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苹果备受尊敬的高管之一,硬体技术高级副总裁Johnny Sluge最近已经向苹果执行长库克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在不久的将来离职。 据彭博社报道,袁尹知情人士透露,Sluge是苹果一意为傲的自主晶片专案的架构师。 他已告知同事,如果最终离开,他打算加入其他公司。 与此同时,人工智慧相关人财政纷纷流向苹果的竞争对手。 Meta、OpenAI和众多初创AI公司挖走了苹果公司的大量工程师。 这可能会阻碍苹果公司在人工智慧领域迎头赶上的努力,而人工智慧一直是苹果公司难以取得突破的领域。 首当其冲,苹果UI团队已受到了影响。 2023年至今年间,有多名团队成员离职。 这种流失最终导致设计总监Allen Dye退出,部分原因是希望将人工智慧更深入地融入产品,以及对苹果在这方面的感觉未能跟上。 另一位在Allen Dye手下,担任顶级界面主管的Billy Sorrentino,也加入了Meta。 苹果设计团队的硬体部门,负责苹果产品败官和感知的团队,在过去五年中几乎被消灭了。 许多员工跟随前设计总监Johnny Ive来到他的工作室Lofrong,或者去了其他公司。 苹果资深界面设计师Steven Lamay现在将接替Allen Dye。 库克还承担了更多监督设计的责任,这一角色曾由库克副手Jeff Williams担任。 尽管市场动荡,但苹果内部对Steven Lamay接替Allen Dye的旧角色仍充满热情。 Steven Lamay是一位颇受欢迎的设计师,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一直在努力提升自己的地位。 苹果前设计总监Johnny Ive是一位有远见的设计师,曾帮助创造了iPhone、iPad和Apple Watch, 现在正与OpenAI合作开发细一代人工智慧,增强电子装置。 OpenAI以超过6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Johnny Ive的初创公司IO, 以启动其硬体业务,并将目光投向了苹果的领域。 与Meta一样,OpenAI已成为苹果人才外流的主要受益者。 这家总部位于旧金扇的公司已经在各个领域雇佣了数十名苹果工程师, 包括iPhone、Mac、镜头技术、晶片设计、音讯、手表和Vision Pro耳机的研发人员。 在一项此前未报道的进展中,OpenAI正在招聘苹果公司负责显示技术的高级总监Cheng Chan。 它的权限包括Vision Pro耳机的光续元件。 两年前,OpenAI招募了苹果公司顶级硬体工程高管之一TenTen。 还有其他的苹果高管离职,比如在今年9月才介绍了苹果公司推出的iPhone Air的Abid Chaudry。 他去了一家人工智慧初创公司。 它是苹果公司的后起之秀,此举让同事们感到惊讶。 今年夏天,苹果公司还失去了苹果大学的院长。 这是一个内部专案,旨在在联合创办人史蒂夫·贾布斯去世后,保护公司的文化和实践。 在苹果公司工作了近三年的Richard Locke离职,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院长。 这一切都构成了库克任期内最动荡的时期之一。 虽然库克本人不太可能很快离职,即使他即将到达退休年龄, 但他必须重建其团队,并找到在人工智慧时代蓬勃发展的途径。 公司内部,一些人事变动令人深感担忧。 库克正试图通过提高关键人才的薪酬待遇,来阻止更多人离职。 而在另一些人事变动中,则仅仅反映出资深高管即将退休。 尽管如此,许多人事变动仍然构成了一场令人不安的人才流逝。 尽管库克坚称,苹果正在打造其历史上最具创新性的产品阵容, 预计将包括可折叠iPhone和iPad新的智慧眼镜和机器人。 但苹果过去多年来已经没有推出过能够在市场厂商大获成功的新的产品类别。 这使得它的人才很容易被一系列更灵活, 更有能力开发下一代人工智慧装置的竞争对手Wazzo。 苹果人工智慧主管John Gianandrea的离职, 是在苹果再生成是人工智慧领域遭遇一系列挫折之后发生的。 苹果的Apple Intelligence平台一直保守延期和功能不足的困扰。 而备受注目的Siri语音助手升级计划也已笔原计划晚了大约一年半。 此外,该软体还将严重依赖于Alphabet旗下Google的合作来弥补自身功能的不足。 在这样的背景下,苹果从3月开始逐步让John Gianandrea离职, 但允许他留任至明年春天。 苹果内部的员工长期以来一直期待John Gianandrea会退位, 有些人对他能坚持这么久感到惊讶。 但知情人士表示,苹果提前与John Gianandrea分道扬镳将被视为公开承认问题。 一众高管的退休潮,反映了苹果的人才结构的现状。 许多最高级的高管在公司工作了几十年,年龄大致相仿, 要么60多岁,要么接近60岁。 这也意味着当前的苹果公司缺乏年轻有活力的领导团队。 作为苹果执行长的库克,刚满65岁, 这也引发了他将加入这场离职潮的猜测。 不过,接近库克的高管的人士表示, 他不太可能很快离开, 尽管接班计划已经筹备多年。 苹果50岁的硬体工程主管John Ternus被员工视为领先的执行长候选人。 当库克辞任执行长时, 他很可能会转任董事长, 并保持对苹果公司的高度影响力。 这使得苹果不太可能选择外部人作为下一任执行长。 目前,库克仍活跃于苹果公司, 并代表公司广泛出席各种活动。 不过,库克确实存在一种无法解释的健康威胁, 他的手时不时颤抖, 这是苹果员工近几个月来讨论的话题。 据知情人士透露, 高管和基层员工在会议和大型公司聚会中, 都注意到了库克的这种症状。 但库克身边人是称他身体健康, 并否认了流传的谣言。 对于苹果来说, 更拓在眉睫的风险是晶片负责人 Johnny Sluge的离职。 库克一直在积极留住他, 这一努力包括提供丰厚的薪酬待遇, 以及未来可能承担更多责任的可能。 一些高管在内部提出的一个方案是将他提升为技术长。 这样一个职位负责监督广泛的硬体工程和西技术领域, 可能使他成为苹果第二有权势的高管。 但这一变动可能需要等待硬体工程主管John Ternus晋升为执行长, 而苹果公司可能尚未准备好迈出这一步。 苹果内部有人表示, 即使职位扩大Johnny Sluge也不愿在John Ternus手下工作。 总体来看, 苹果公司长期以来是美国息股引领创新的典范, 但是现在正面临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人才流失危机。 一周内, 苹果人工智慧主管与界面设计主管双双离职, 随后总法律顾问及政府事务主管也相继离职, 甚至是苹果内部晶片专案负责Johnny Sluge也表示正认真考虑尽其离职。 这四位高管都直接向执行长蒂姆库克汇报工作, 这标志着苹果高管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频繁更迭。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